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了两三礼拜 才改成清楚 因为是不是因果这句 你放在第三学里面 我就没了解 你若是放在第一学 我一点也没怀疑 因为第一学是反呼 你放反呼沉心因果 没问题 我们很理解啊 第二学是修行 你要放在沉心因果 他也说会痛 第三学是菩萨的 菩萨跟说不上是因果呢 哪有这道理 这就给他做好美好 那两三礼拜啊 到后来怎么会了解呢 这因果啊 不是百分因果 不是现有现不 现不 欧不 欧不 现有现不 欧不 欧不 我们力度反呼 都了解 这个因果是什么呢 念果是因 生果是果啊 这个因果真正 真多菩萨都不知道啊 所以啊 他的意思亲嘛 同样一句话 你看对什么人说 真正三国 他这买后是对菩萨说的 康菩萨 我菩提心 心心 因果 到上代性 宽进行者 这四句话是对菩萨说的 四句头前三句 咱们没怀疑 对菩萨说 发菩萨正确啊 你生人啊 没发菩萨 菩萨发菩萨 你生人 没发菩萨 也没发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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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对菩萨说的就对了 菩萨就要啊 到上代性 像你老师等你教我们的 不爱了解佛法 也就要了解四句话 了解佛法 你感情欺利啊 了解四句话 你感情会欺利啊 如果如果欺利不欺利呢 这一件不通的 你没办法教化众生啊 众生未接受你的教法 你欺利不欺利 众生虽然很高兴听你的 但是你所说的东西不是正法 是正法啦 把人都应该出我的所在去咯 因为你没有带性啊 所以啊菩萨就要了 公合读文 这一次四句话 都要统达 你告诉他 众生这万永无爱 这是菩萨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